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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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命运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杜林 我是陈亚来 来 来 我们今天请到我们演艺圈 两位小美妹很可爱 可能就是情路有一点坎坷 那呢 我们做前辈的只能送人家 桃花玉 好好算一下 你能送嗎 應該是我們老師送才對 我們要給她介紹一下 來 鼓勵 來 首先歡迎我們張聖書老師 老師好 還有湯振偉 阿湯科 老師好 以及Amanda老師 大家好 老師好 來 歡迎這兩位桃花河神 來敲門 幸福就在不遠處 我們來歡迎葉新梅 哈囉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觀眾朋友好 接下來歡迎我們的小優 嗨 大家好 黃小優 急不急 很急 一分到十分 十分最急有多急 哇 我覺得我現在有十一分 只有那麼急 真的很急 我覺得我今年真的太急 因為我今年跨年的時候 剛好陪我的好姐妹 那個蘿莉塔都被求婚了 真的 對 薛梅急不急 我還好 我的一分可以給你 你要給我 應該是說 這樣會比較快 我心裡急 可是我有我的原則 就欲速則不打 對 除非是要找金主而已 如果要找金 但是你們看到旁邊 姐妹她要結婚 會不會更急 就是這樣子 蘿莉塔結婚 你看蘿莉塔 然後她就是求婚了 然後其實我們 姐妹們大家都蠻驚訝 而且蘿莉塔年紀 比我大一點 對 她都結了 所以我是不是要趕時間了 真的 其實以前常常有人會開我玩笑說 妳為什麼還不結婚 或者是桃花的問題 那小優的行 我覺得在圈內跟我還蠻接近的 我那時候都會開玩笑 我說小優沒嫁 我不會嫁 對 所以如果今天小優還沒的話 我就不急 但如果小優結了 你就急了對不對 我就急了 我只要給你這種壓力 對 我真的急了 真的 來 會這樣 不會說等待良緣 一定看到別人急 你就急 就一直等到現在 對 我們已經人老珠黃了 對啊 沒禮貌 沒禮貌 說小優 妳一直想遇到好桃花 都遇到不合的對象 我就覺得很奇怪 是我磁場的關係 因為其實 好 已經回答完了是不是 就是我其實 當然我在演藝圈的形象 像嘻嘻哈哈 可是其實我私底下 有一種小女人的隱瞞 然後其實我出去交朋友 我都會展現就是真的很 想要 掉入愛情的那個感覺 就是妳的態度有放開 對 我是準備好了 我覺得我都就是 應該是可以遇到磁場 對的啊 可是好奇怪 就常常遇到那種 比如說約我都是約晚上 是怎樣是覺得 沒有 他們很貼心 你可能白天見光室 謝謝 不是 我說藝人的戀情 見光室 因為我們要低調 對 好 就是有一個男生 那時候也是 就是因緣際會認識 然後本來想說 他條件好像還可以 但很奇怪 他常常就是 晚上五點 約我七點要吃飯 好臨時喔 可是這樣子 對啊 我就覺得怎麼那麼臨時 然後你也去了 我就是可能 還要為了他去趕車什麼的 因為我就覺得 那時候不要錯過任何一個機會 就是我還是去了這樣 然後好奇怪 這個男生跟我聊天 他就不是問我怎麼樣 他常常都在講他自己 他就說什麼 你知道就是 我都有跟什麼百貨千金小姐 那個交往過 然後呢 他就會在講他的情史 那麼無聊 就是為什麼有男生 會覺得這個加分 小北百貨嗎 你講真的 但是其實小北百貨也很了不起 也是蠻厲害的 對 然後他就會開始炫耀他的情史 然後他跟我說 我之前出去 有一個姐姐要追我 結果後來他妹妹也喜歡我 那姐妹都好喜歡我 什麼 然後問我說他要選哪一個 我好像說什麼意思 就是他會讓我覺得 他是不是在炫耀 他自己的桃花奪望 可是這對我來講 一點都不加分 我會覺得 你就是一個很花心的人 妳這個能吃幾次飯 我剛剛大概有出來 我有給他三四次機會 妳也太好了吧 因為我本來覺得他不錯 因為他已經零分到十分 他十一分了 我十一分了 我現在就是 我現在如果我是一輛計程車 只要有人叫車我就去 我就去 對 我不會退單子了 你知道就那個人只要走得出門 身體健康就可以 而且他真的都跟我聊這種話題 我也就算 他還會有時候會看著我 然後我就可能覺得 他今天頭髮抓得有點油 我就在開玩笑說 你今天頭髮怎麼好像有點油 然後他就說 你不覺得我這樣子很英國聲勢風嗎 我覺得我是不是很像那個 強尼大夫那種感覺 然後我就會看著他想說 我真的笑不出來 對啊 強尼大夫都離婚了 你好歹像別人吧 你像個離婚 所以就是言默默 後來就沒有聯絡了 然後我就想說 就沒有聯絡 你有沒有觀察一下他的那個 社群 他的社群 就他最近怎麼樣在幹嘛 我跟你說 我現在可以給一些女生 或是在找對象的人一些資訊 如果你覺得這個男生 他追蹤的人 多過於追蹤他的人 你就要小心 他追蹤的人 有道理 多過於追蹤他的人 可是這很容易 大部分男生都是這樣子 對 但是不能差太多 像我說的那個男生 他可能追蹤他的可能才五百個 他追蹤一千個這樣子 那這個蠻容易 一般素人很容易有追星 你懂嗎 沒有 他都不是追星 都是妹 你有去查裡面的人 對 就是你其實只要認真看 現在其實因為社群媒體 都是很公開的東西 你很容易就會知道 這個人的交友狀況 所以我覺得他如果你發現 他追蹤了十個有八個 都是妹的時候 你就要小心這樣的人 那我後來就想說 好 那我找簡單一點 生活單純一點 所以後來又會認識一個 就是蠻單純的男生 那他就是走運動方面的 就很會健身 他說那健康 也不會說什麼都很晚約我 對 他像第一個是 結果要早上四點約他 真的真的 他變早約我好早 約你幹嘛 來 小優我們約七點去晨跑 約跟妳約跑喔 晨跑 不是什麼跑 不是 那個是另外一種跑槍 我一下 因為像剛剛第一個是約很晚 第二個這個是約太早了 可是你也知道 新美我們都是做演藝圈 我們如果沒有工作 都睡到中午的人 然後他跟我約七點晨跑 我說七點可能有一點早 那我想說 我以為他就會約別事情 他就說好 那九點 還一樣早 我真的起不來 然後他約了我兩三次 都約那麼早 我就想說 完了 我一直放人家鴿子這樣 後來他就說 好 那我們約晚上吃飯 可以了吧 我想OK 正常 而且他也不是當天約 他就很早約 跟我阿姨吃飯 要跟他阿姨吃飯 然後我就覺得 我又還沒跟你交往 對啊 我就要跟你阿姨吃飯 好像在見你的長輩 然後我又覺得怪怪的 然後我想說 那這次也是先不要好了 結果第三次他又想要約 他不放棄的心 他約我直接要去吃喜酒 他的喜酒 他親戚的喜酒 我就覺得 這個真的是 我覺得約會中的地雷 你怎麼會都還沒有很熟 就約女生去陪你吃喜酒 這樣人家會覺得 我好像是你女朋友 對啊 好像找一個人來抽數 他擋進來 對啊 可是我發現很容易會這樣 因為我們是公眾人物 對方會覺得他跟你已經很熟 是這樣子嗎 對 因為他很常看你看你 但我們感受不到他 可是他一直在看 他會覺得跟你很熟 所以也許他約你早上時間 是因為他可能9點10點 他就上班 對 所以他只有前面的時間 然後又覺得跟你很熟 可能他家人會想看看你 好像覺得我們已經熟到 我可以去吃那個喜酒的感覺 對 但是他沒有去考量到你的心態 對啊 我那個是真的連出都出不來 約都約不出來 後來都沒有去過半次 對 因為他約的都很奇怪 然後最氣的是說不去 人家說那我幫你包 菜味 還要包菜嗎 包紅包 吃飯給你收 這樣找我有了 你放菜味真的要吃了 兩種都有了 對啊 我就覺得我磁場怎麼那麼奇妙 他說那你去年底 找老師幫你算桃花 結果我算出什麼 對 因為這張命盤 你天生喜歡的那種對象 你就天生跟這種人 沒辦法相處 對 是哪一種 是什麼樣的 你喜歡的男人能力要夠強 可是如果是大男人 你一相處起來 你就會受不了他 為什麼受不了你 因為他是大男人 對 可是如果你今天正好是個小男人 你就會受不了他 什麼事都受得了 那你去年底找老師幫你算桃花 結果我又算出什麼 對 那時候也是好朋友介紹 然後是在一個台北市的一個廟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們還排隊去 然後就一堆朋友要去改就對了 結果我一去 那個師父一看我命盤 你這就是男人命啊 他就說我就是男生命 他說你看你就是工作OK 不過都不好的導演員 對不對 就是說他說 因為我的男生命 會讓男生覺得壓力很大 然後所以我都會遇不到 比我有能力的男生 對 氣場太強了 然後他就說他要幫我改這樣子 越入百萬要收入比他高很難 而且那個老師很酷 他說接下來呢 你就是幫我去那個 行天宮去洗手拜拜 你就會遇到人了 結果我那天洗手拜拜 行天宮洗手拜拜 對 他就跟我講幾月幾號 你要去行天宮幾點 去那邊拜拜洗手 妳就去了嗎 我就狂洗 洗到手都要破皮了 那妳是不是洗的時候 一直看旁邊就好了 對 我就一直看一直看 哇 全部都是六十幾歲了 我真的 老師一直在整我 洗手 我那天洗到手都要破皮了 也沒有遇到 唉唷 那妳就來我們節目就對了 對啦 不用洗手 江森蘇老師 那小優已經十一分了 是不是 從她的命盤來看 有沒有著弱 妳看妳這張命盤好了 妳先看妳的命功在哪裡 左下角 欺煞 是不是個強人 所以難嗎 很強 很強 對不對 夫妻功 連真加天象 我們要先了解一個問題 喜歡 愛 跟適合 這三件事是不一樣的事 對啊 喜歡 愛跟適合 對 對啊 妳可能喜歡帥哥 對 可是妳愛有錢的 結果適合妳的是 靈宅 又不帥又沒錢 對嗎 對啊 對 可是妳這張命盤太在乎愛情了 是嗎 就是雙魚座 可是這就很麻煩 愛情泡泡 愛情是容易消失的 那愛情消失了以後怎麼辦 所以適合妳的人 妳不一定愛 那很痛苦 很痛苦 因為這張命盤 妳天生喜歡的那種對象 妳就天生跟這種人 沒辦法相處 對 是哪一種 是什麼樣的 她是外貌協會的 好準 能力要夠強 但是又必須體貼妳 好難喔 這種如果有 我早就結婚了 如果有 每個女生都扒過去了 真的 她現在是抱著以結婚為前提 對象在交往 對不對 是 可是妳去跟人家 一相處 妳要先看的是 我有沒有感覺 我有沒有愛 那跟妳的想法 不是兩件事嗎 打架了 不對了 妳應該要去看這個人 適不適合我嫁 我現在不要管喜不喜歡嗎 還是要有一點點 應該說妳先從適合 再去尋找愛 妳從她身上看優點 越來越喜歡 行天公那六十幾歲的 找一輪 妳就說 妳們還沒說吧 六十幾歲說不定兒子 三十幾歲的傻傻 對啊 妳說我其實要找他們的兒子 對啦 其實行天公那些六十幾的 其實看起來六十幾都八十幾了 這樣子好嗎 但是妳也要去想 因為妳這種夫妻公 妳喜歡的男人能力要夠強 可是如果是大男人 妳一相處起來 妳就會受不了他 為什麼受不了妳 因為他是大男人 對 可是如果你今天交往是個小男人 妳就會受不了他 什麼事都受得了 受不了他什麼事都受不了 妳受不了他太聽話 又太聽話 可是妳偏偏要聽話 妳又受不了要聽話的人 對啊 對 因為我又喜歡有想法的人 所以妳明明就覺得 我要結婚 我要生小孩 所以妳目標越清楚 妳就越找不到 好可怕 這是命中注定就是這個概念 解惑了吧 所以為什麼殺破狼在婚姻 女生 殺破狼的男生很容易找婚姻 對啊 那為什麼女生很難 這就是我們傳統 重男輕女的關係 女生能力越強 有時候我們講三高就越難找 對不對 學歷高 身高高 錢多 這些是不是就越難找 男人不是 男人通常有錢一定找得到 對啊 對啊 這就是男女不平等 真的 我現在還有膽固腿也滿高的 也滿高的 現在血壓也滿高的 對 我現在血壓好高 我聽到好難過 妳就一個條件釋出 一個地方妥協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對啊 我不要再外貌協會 所以妳不應該難過 妳今天聽了應該慶幸 真的 妳如果照妳原來的 解開疑惑 做法 妳去每一個廟洗手都沒用 對 對不對 就是說妳自己以為 妳要做的事是對的 其實根本錯掉了 可是這就是命盤惹的禍 對不對 但是妳知道了 妳是不是就該去調整它 調整的概念是什麼 也就是說我今天碰到的男生 我既然想結婚 那麼我應該去想 好 比如說妳現在碰到一個男生 比如說讀靈好了 他有一個優點很強烈 可是他有九個缺點 另外妳碰到另外一個 比如說我們湯老師好了 他有一個缺點很強烈 可是他有九個優點 這樣好像要選九個優點了 沒有啦 不是看數量 你要看你能夠折衷哪一個 你是不是喜歡他的優點 那個優點是不是我可以去 對 大到所有的缺點 你都包容 然後那個缺點是不是大到 你再多的優點 都沒有辦法幫他加分 你以為有火要 你可能加分出去喔 怎麼辦 你想得太清楚了 真的 對 我就是這樣 我的命盤惹得 我現在正在看新美的命盤 你看命工巨門的 他做別人滾輸很厲害 做自己的 不你 不你 對啦 我也是蠻慘的 講別人真的是頭頭是道 對不對 對 但是妳可以想 我回到小兒子 跟妳無關 好 謝謝 好不好 對不對 以妳來講 妳要先想的 剛剛就說了 妳去挑 我要適合結婚的人 而且是為了要長遠 妳看要一段 轟轟烈烈的愛情很容易 對 燃燒完就結束了 妳要一個長遠的婚姻不容易 所以妳要先把第一印象放下來 好難喔 好難喔 也就是說 真的好難喔 很難喔 那我們就到這邊結束 沒有 還是要結合 不是 為什麼 那麼難 我想算了 不講了 講了 講了 我們就是來解惑的 對 問題就我講的妳都知道 問題是妳做得到做不到 我覺得這個是現在很多女生 都要去解決的 其實今天好難 妳看像小甜甜 小甜甜那個老公也很年輕 其實看起來也挺好的 她也算是態度很開放 就是結婚 但是哪想到說後面的相處 會有這麼多問題 可是小甜甜我之前她來 我也跟她看過了 她也是太想結婚了 她說我有個結婚對象就可以 可是這就我們剛剛講 這就牽涉到很多問題了 對不對 所以妳不能說我很想結婚 我想要生小孩 所以我只要找到一個男人 看對眼我就OK了 所以我們目的性不能這麼強 當然啊 當然啊 其實妳看婚姻 真正要進入婚姻 妳必須夠成熟 我們身體成熟 心智不成熟 腦子都熟透了 我知道啊 可是那個成熟就代表什麼 剛剛講到了 大男人也有妳受不了的 小男人妳也有受不了的 那不大不小的男人 都被別人挑走了 真的 對 就是中間的都沒有 現在就剩很高跟很低 很小的 老實說妳別光批評她了 那她流年 那她桃花什麼時候會有 好 她什麼時候能夠讓自己 來 我們看妳的 看妳的流年好了 好 當時喜歡她 就是因為她人很好 浪浪好 結果我就發現 她跟很多異性都很好 都浪浪好 對 她是那種 譬如說 假設小優妳住比較遠 那我們今天出來 她會直接跟小優說 我們家有空房間 妳要不要來我們家過夜 她是直接這樣講 這個不行吧 妳不管 我會嚇到 然後她就說 妳為什麼要嚇到 妳就一起來 那她流年 她桃花什麼時候會有 好 她什麼時候能夠讓自己 來 我們看妳的 看妳的流年好了 好 好 妳看妳卯公的位置 在上面那個位置 對 七剎的上面這一格 有沒有看到 卯公 在下面一點 對 在父母公那邊 這裡 好 天童 如果以妳2023年的桃花有沒有 是 有 有希望了 有 各位 對 而且會是曖昧對象 那是好的嗎 是好 為什麼 我剛剛說過了 今天如果真的適合妳的人 她可能不敢表白 為什麼 她怕 怕被拒絕 對 對不對 怕妳一旦 太強了 連朋友都做不成 不會勇敢說出來 愛就要說出來 妳看這句話一說 妳下去桃花就來了 真的嗎 對 所以今年 可是這種曖昧對象 妳要小心 不要怕走 好 好 妳現在說好 我們到時候再看 不要嚇到 妳還記得 為什麼 老師說的話 因為她這樣的命盤 很容易講一句話 我們還是做朋友比較適合 不會 為什麼 因為她可能有一些 是不符合妳的第一印象 妳一句話說不帥就對了 不知道 她才不敢表白 不然早就表白了 對 就是某一方面沒自信 對 可能是能力 收入 或者年紀比妳小 對 或者 如果是那方面就沒辦法了 我也沒辦法 對 她已經覺得沒辦法 那是好桃花還是爛桃花 還不錯 尤其是她今年是父母公 對不對 長輩的介紹是還蠻不錯的 更明顯 為什麼妳知道嗎 長輩覺得妳適合的對象 往往不會是妳喜歡的對象 對 長輩都會介紹比較多 妳既然想要結婚 又要講長遠 妳就要思考這個問題 就妳喜歡的對象 不會是長遠的對象 對 所以妳就必須要修正 因為我常常喜歡上一些小鮮肉 對啊 之前啦 對啊 看妳用什麼態度啦 反正老師說的是好桃花就好了 是 現在我們來請教一下老師 哪些詞問命格的人 2023年要小心遇到爛桃花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2023年的爛桃花 有哪些 所以上榜的朋友要先注意了 妳的問題在哪裡 只要注意是不是就可以避開 對 紅胸化脊 對不對 來 我們看第一個是 夫妻公有天良心 然後卯公去碰到了貪狼心 我沒事 妳有嗎 我沒事 兩位都沒有 我跟你講 我是連爛的都沒有 你知道 連爛都沒有 歸零就對了 對 歸零高 2023年的貪狼是畫季的 而貪狼又是一顆桃花心 桃花心既然畫季 我們就可以看到 可能桃花朵朵開 但是它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所以當夫妻公有天良心的時候 各位 一旦妳中了這兩顆心 一定要注意 很明白地講 妳可能碰到就是個愛情片子 一定要非常注意 尤其是現在網路上的愛情片子更多 越孤單的人 越孤單的人就越想要去討拍 對不對 對 可是因為天良的人本質上就是軟弱 軟弱又孤單的時候 就更容易被甜言蜜語所騙 坦白講了 愛情這東西真的很難 男人不講甜言蜜語 你又覺得他不愛你 對 甜言蜜語講太多分明就是個騙子 對 可是很多人就喜歡被騙的感覺 他說我才有存在的價值 對 這其實是蠻辛苦的 對 可是妳知道了妳還做不到 那就不能怪別人 好吧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夫妻公有紫薇 加上卯公有貪郎星的朋友 事實上這兩個都中的話 代表妳的夫妻公就在卯公 紫薇貪郎兩顆星都有 這兩顆星叫做什麼 桃花販主 因為紫薇是帝王 對 貪郎是桃花 對 叫桃花販主為智營 其實這樣的說法就是什麼 這兩顆都碰到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到 會有多角戀情的發生 哎唷 危險 而且妳往往是被蒙蔽的那一個 人家來交往不會跟妳講說 抱歉我腳踏兩條船 妳如果比較好我就跟你做會 現在的人會 他直接比講 看妳甘不甘願留下來 他敢講的人更厲害 而且現在有的女生會覺得 他可以撐到讓他們離婚這樣 因為有的人喜歡這種挑戰 對 妳一講 那我就一定要跟妳拚 藤刀奪愛才是愛的 只會活標才厲害 所以妳可以看到 我們因為講花花公子 她就是真的交往的越多 她是不是能力越強 那種很適合的人 她沒有交往過 她根本不知道怎麼辦 怎麼開始 所以男女這個感情的問題 永遠是人事最難的問題 就是這樣 真的 但是碰到的時候 妳一定要小心 當然妳自信滿滿說 我就要鬥角戀情 為什麼 才表示這個男人有人要 怎麼來怎麼走 都不會這樣說 怎麼來怎麼走 有時候因果這樣的東西 可是不是不知道 我試了就嚇一跳了 好 再來第一個 夫妻公有貪狼星 這個貪狼好可怕 毛公又是貪狼 你看這兩顆都是桃花星了 對不對 其實這個位置也就是 毛公貪狼 我再強調 貪狼既然化劑 妳的流年又碰到牠 是不是本命化劑 然後又碰到貪狼化劑 所以雙化劑在裡面的時候 談感情 你一定要小心又小心 謹慎又謹慎 好 老師講完了 做得到做不到 好 真的看你自己了 謝謝老師 老師每次都講話 有時候都講一半這樣子 哪有 她講得很清楚了 就是說你一定要 不要再堅持自己的個性 對 要改 那欣梅這個 妳2022有找老師算出 妳會遇到桃花 結果說妳也真的遇到了 對啊 結果老師沒跟妳講說 這個桃花不好 對 就是像妳剛剛講的 那個老師講一半 2022那時候還有疫情 那疫情的時候大家在家裡心裡慌 所以朋友介紹我是算工作 我本來是要算 線上算工作 對 就是線上塔羅 看磁場 然後幫妳翻牌 然後我本來是工作看完 還有時間 我說工作完了就看感情 結果她突然就跟我說 妳三個月內會有桃花 我心裡想說怎麼會 因為我們都在家裡 哪裡要去認識人有 而且三個月內很快 很快 很快 結果我就記著 結果沒想到到第三個月 都還沒出現 我心裡想說 那應該也沒有 又流去了 對 結果在第三個月 我永遠記得 那一個月的29號 我就遇到了 我去我朋友家吃飯 然後就是他另外找他朋友 那一個人印象還不錯 然後後面就是開始會約出來 我覺得他也是滿體貼的 可是我現在談感情最怕的就是 我算是會觀察 演腦子夠清楚 但偏偏我遇到的人都是 當朋友的時候很好 一轉過去在一起的時候 他變一個樣子 這種最可怕 對 然後 是演的嗎 是故意演的還是有時候 就也不是故意的 有些人就是 就是好像只要在一起 就會那個真面目會露出來 他會鬆懈 然後或者是說他會 把他的本性表露出來 譬如說像我的話 我只要有曖昧對象 甚至是在一起 我其實不太會跟異性出去 可是我當時喜歡他 就是因為他人很好 人人好 結果我就發現 他跟很多異性都很好 都人人好 對 他是那種 譬如說 假設小優你住比較遠 那我們今天出來 他會直接跟小優說 我們家有空房間 你要不要來我們家過夜 他是直接這樣講 這個不行吧 對 我會嚇到 我會嚇到 然後他就說 你為什麼要嚇到 你就一起來 他的意思是說 我們兩個可能 就是在房間主臥 然後這個客人睡客房 為什麼要拒絕 他就類似這樣 然後我很難理解 那包括他的前任 他們分手了 他分手了以後 其實他也跟我 他也說我也就跟你在一起 你幹嘛還去在意前任 可是前任其實表明了 想要復合 但他就說前任就是朋友 然後他們兩個 還會一起約出去爬山 或者是去潛水 不行 這個太扯 他就說我就是 我就是沒怎麼樣 這樣 然後後來 最後卻讓我想要分開是 他觸犯了我的大忌 就是我覺得上盡心的問題 譬如說他可能 他很愛喝酒 然後喝酒 喝久了之後 他就會開始大聲 大手大腳 然後隔天有工作 他還會裝病不去上班 不行 但我就覺得說 因為我們這一行工作很不穩定 有工作一定會去 你要玩是你的本事 你怎麼可以因為這樣不去工作 我就覺得我不是很OK 我們就一直吵架一直吵架 然後我就想到 當時說他的那個老師 我又去找老師 然後我就說 他真的出現 可是不是很好 然後老師又說 對啊 就桃花這種東西 也沒有人可以保證是好桃花 或是爛桃花 我只能跟你說有桃花 結果老師講了一句話說 你趕快跟他分開 2023年你會遇到一個新的 我說老師你又不講 又講真的 你上次也這樣講 這次也這樣講 萬一這次又不好 他說不會 2023年這個會比較好 他就這樣講 那我就想說好 那我要去 我是問老師說 老師你有沒有什麼徵兆 然後可以告訴我是誰 我去留意比較快 不然有沒有等等 然後怎麼說2023 一整年 老師說 基本上 我們很怕生活是無聊的 對 我超怕無聊的人 對 就是如果這個對象在一起 就是我知道他非常有內涵 我知道他家境非常好 很多世俗的條件 看起來都不錯 但兩個人在一起吃飯 好像就是那種各吃各的 聊不到三句話 你覺得跟他在一起 是一種好像我們可以 互相照耀對不對 當我很開心的時候 你會知道我為什麼開心 當我有一點點滴露的時候 你會幫我加油打氣 2023年你會遇到一個新的 我說老師你又不講 又講真的 你上次也這樣講 這次也這樣講 萬一這次又不好 他說不會 2023年這個會比較好 他就這樣講 那我就想說好 那我要去 我是問老師說 老師你有沒有什麼徵兆 可以告訴我是誰 我去留意比較快 不然有沒有等 然後什麼時候 2023 一整年 老師說 這個比較藝術家個性 你不要擔心他 就是你不要把你工作那一套 我覺得他不上鏡或什麼 拿去擔心他 因為他很有想法 你就是不用過度聽他擔心 讓他自己發展 我說好 那這樣聽起來不錯 那還有沒有什麼特徵 我這邊看得到 他跟我說他那邊看的 他好像通靈 他說我這邊看得到 就是他應該比較年輕 你介意比你小 我說不介意 他好像是 我有幾年出生 老師一看 好像是2000年後出生 太小了 我傻眼 我說老師 我1990 你說2000年 起碼小我10歲以上 天啊 我沒辦法 就是 但是我真的沒有試過這麼小的 然後我朋友也是開玩笑說 不錯 吃肚子夠吧 對 小鮮肉 我說太小 我說我後來放棄 我就覺得那算了 有碰到嗎 沒有 因為他2023了 我聽到就怕 我根本連找都不敢找 這種萬一你真的遇到 跟你曖昧或是怎麼樣 你也麻煩 那不如就算了 不如就多請教一位老師 對 我們請教Amanda老師 這樣的對象 或者是什麼樣的對象適合她呢 對 其實好 那我們先講一下這個 心媒的本命盤上的一個個性 其實我們看到 你的太陽是雙魚座對不對 月亮在處女座 然後金星火星都在水瓶座 就簡單的說 你的這個戀愛觀 其實是兩極化的 甚至以後你找對象 其實也是非常兩極化的 你其實有 如果你遇到那種 就是你覺得你應該要照顧她 我覺得這 現代人不管年紀 其實我覺得年齡 不是談戀愛一個最大的重點 其實我們看的是個性 如果你覺得是這種 好像就是 你應該要照顧她 你真的會是那種 不管是人的照顧 生活起居的打點 甚至出錢 找人脈你都會做的 就是會那種 你會燃燒自己去 我們雙魚真的很會付出 對 我曾經照顧一個 連她媽媽手術費我都出了 對 你是會那種燃燒自己 來照亮另一半 這是一種 可是另外一種呢 其實你的內心 你還是期待 你能夠找到一個呵護你的 不管她 我強調不管她的年紀大或小 如果你遇到那個對象 你會覺得她其實是很懂你 很呵護你 其實你也會很心動 再來另外一個極端是 其實你內心更欣賞那種 知性上要契合的對象 對 甚至那個對象 如果是有一點那種 比方說像那種高知識的那種 或是不一定是學歷非常高 但你覺得她在某些知性上 是很領先你的 你從她身上 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有一點那種酷酷的 這種有一點那種 适才傲物 一點點個性的 其實你反而會覺得 太帥了 你會那種想要 鋪上去的感覺 好 那如果那樣子的一個 看起來有點酷酷的個性 你又突然發覺 她其實每個月都有捐錢 給那種流浪動物協會 其實她好有愛心 完蛋了 你就是覺得 就是要這個人了 對 你會有一點點 就是你在選擇對象的時候 其實這很容易成為你的盲點 因為你只要看到她 這一點的時候 其他的條件 你可能就無所謂了 真的嗎 聽起來欣美 你比小優還危險 我想到一個滿適合她的 因為剛剛說要有愛心什麼 要不然國賢哥 你覺得 她是需要愛心 她是需要被照顧 她是需要被照顧 差不多要推去曬太陽 我喜歡有才華的 但是我就比較 你是說國賢哥 不是 她有才華 但我的意思是說 她跟我會 我們是同行 就是說 你一直說在同行 你要讓我覺得你有才華 你可能要很厲害 這樣太累了 但你如果是 這個演藝圈以外的 一些專業我不懂 我很容易就覺得 你好棒 對 那個師傅在油漆 也說好帥 對 對啊 我們人選擇對象的時候 不會跳脫你的本命盤 因為你找到一個 不是這樣的人 你也不開心 可是你要知道你的盲點 就比方說 你在選擇對象的時候 你不能夠只看到他這一個 哇塞 好吸引我 你就沒看到他其他的面向 這是我要提醒你的 再來就是 以你的這個星盤特質 你發覺 你看他的星盤 其實你基本上 你都是在腦中很活躍 你真的 比方說你真的看到心動的對象 或者別人跟你示好 你要跨出那一步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的 行動力不足 對 行動力它是完全不足的 他很會說 我很敏感 其實我一看就知道 誰對我有意思 對 但是我就是 覺得不要 我就會裝賞 我就是 或者是趕快把這個人 介紹給我姐妹 對 我都會這樣 因為我就覺得 麻煩麻煩就會退掉 對 好 我覺得這也會是他 就是你比方說 你一直沒有對象 就是有時候有些人 可能我們第一直覺 我不是說每個人都一定要 去嘗試不一樣的對象 可以有時候 你還是從朋友的過程當中 你可能會發現 他不同的面向 有時候你一開始覺得不對 你沒有行動力 也許你就錯過一些姻緣了 那講今年 你的流年部分的話 其實你今年很多重心 是放在工作上面 好 就確實 我覺得你今年的一個 工作的運勢還不錯 特別是上半年 其實你很多心思 都放在這邊 可是到了秋天之後 其實你的戀愛運 開始旺盛了 幾秋了 幾秋了 對 好 然後特別是 如果剛好 那個時候 比方說你的工作 你覺得到了一個 要突破的瓶頸 還沒有突破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你會覺得 這時候如果身邊出現一個人 那閃電陷入戀情的機會 其實還蠻大的 好 但是如果我覺得 比較遠一點來看的話 我覺得心梅 如果最遠的話 遠一點來看 可能三年之後 你會遇到一個 還蠻適合你的 就是各方面很合拍 三年喔 甚至是 像你看你之前 可能幾段戀情 大家不太會知道 對不對 也不太有太多人 一直跟你祝福 或什麼的 但也許三年之後 你遇到那個對象 它就是一個 就是大家都會覺得很棒 很祝福你的 這樣一個對象 不然十二星座的女生 都幫我們分析一下好了 好 看適合什麼樣的戀愛對象 對 好 其實我們講 十二星座女生 適合什麼樣的戀愛對象 其實我們講到戀愛 在摘基學上 我一再強調 戀愛跟婚姻 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事情 完全不同的領域 其實每個人生活都這樣 因為如果一樣的話 我們何必一個稱為戀愛 一個稱為婚姻 對不對 他們本質上就是不同 那戀愛的對象 當然每個人 因為不同的時間點 可能我們二十歲 想要的戀愛對象 跟三十歲跟四十歲 也是會不太一樣的 但我們今天先從星盤當中的 太陽 月亮 金星 火星 這四個部分來看看 十二星座的女生 適合什麼樣的戀愛對象 首先第一組我們看一下 如果是落在火象星座 就是你這四個 或是你想要追求的行星 落在母羊座 獅子座 跟射手座的話 兩位好像都 有小優 小優 你的火星在射手 你的太陽 是耶 火星射手 我們想要適合的 戀愛對象是什麼 我們說是 樂觀積極 一同成長 你知道因為 射手座特質強的女生 其實我們基本上 我們很怕生活是無聊的 對 我超怕無聊的人 對 就是如果這個對象在一起 就是我知道她非常有內涵 我知道她家境非常好 很多世俗的條件 看起來都不錯 但兩個人在一起吃飯 好像就是那種各吃各的 聊不到三句話 對 或者是這個我講了什麼事情 對方就 好 不錯 不錯 很好 很好 好像那種教官在打分數一樣 他沒有太多的這種 熱情的一個回應的話 其實這種火象星座的人 會覺得 我跟你在一起 我回家追劇 我可能還覺得比較有感動 真的 我之前遇到一個 對 像我們去看電影 然後明明就是看那種 應該要很有討論 她就會說 我剛剛後面全部都睡著了 然後什麼 就是 對 你就會覺得 對 我很High的時候 你就是一個 沒有辦法跟我有交流 對 她覺得說 那這樣子 我跟你在一起 我跟我姐妹 她都還比較有聊 我們今天是要談戀愛 那你沒有讓我有這種 很呼應的一種感覺的話 對火象星座的人來說 他們就覺得 好像少了一點什麼 所以建議火象星座的朋友 當然我們說 不是要兩個人那種 非常狂野般的這種戀情 但是這個對象是 你覺得跟他在一起 是有一種 好像我們可以互相照耀 對不對 當我很開心的時候 你可以知道我為什麼開心 當我有一點點滴落的時候 你可以幫我加油打氣 這是火象星座 比較適合的戀愛對象的 好 第二組 如果我們有落在 金牛座 處女座 跟摩羯座的朋友 我們說就是 經濟保障不可或缺 經濟保障不可或缺 應該我們兩個都沒有 兩個都沒有 對 你們兩個的心盤其實還蠻有意思的 我剛剛講完心梅了 待會兒來看小修的 如果有落在 這個土象星座的朋友 我們不是說真的愛錢 可是對土象星座的朋友來說 雖然是談戀愛 但是我們不可能曬月光就活下去 我們不可能說你愛我 每天講個一百遍 我們就有錢進來了 所以你看談戀愛要出去吃飯 要去看電影 要出國度假 哪一個不用花錢 對 所以他們會覺得說我找一個 至少有一定程度的經濟條件的話 可能遇到這樣的對象 我們在一起我才可以 有了經濟之處之後 我好好談戀愛 要不然我可能找到一個 我覺得其實各方面 剛剛講十個優點 可能有八個都符合 但我跟他在一起我就很煩惱 怎麼辦我下個月的房租 好像差了那麼一點點 或者說我們在一起 我想要去日本度個假 好像只能走一些很自助的行程 只能去資本 對 只能去資本 不能去日本了 對 這樣會覺得說 那這樣子像是戀愛嗎 所以或許我們不是真的要 那種大富大貴 可是有一定的這種穩定的經濟基礎的話 是土象星座比較適合的 好 接著我們來看 你這樣子對愛很自作 而且你尋找 誰都在尋找一個靈魂的伴侶 對 其實像這樣的人來講的話 感情線斷斷續續的人 他其實對他自己想要的那個對象 他都一直去尋求 去尋找 然後假設他明明感覺 朋友就覺得說 你已經遇到了 他說沒有 我覺得我沒有遇到 好 接著我們來看 如果是這種所謂的風向星座 就是雙子天平跟水瓶座的話 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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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雙子 我是金星火星水瓶比較多 對 都在水瓶座 四個裡面水瓶座兩個 還蠻多的 我們來看 就是知性層面要有共鳴了 其實對水瓶座來講 我今天開了一個玩笑 我講了一個 或是我引經句點 講了一個梗 一個故事 你完全沒反應 你聽不懂 真的 我傻眼 你會傻眼對不對 對 尷尬到不行 對 尷尬到不行 就是比方說 可能我剛才講了一個 去日本沒有錢 錢不夠 你接了一個去資本也很好 假設我會懂你在這個梗是什麼 他還會我資本是在哪裡 對 傻眼 這個很可怕 聊不下去 為什麼不能去日本要去資本 對 他會覺得為什麼 當那個梗接不上 知性層面 思想層面 沒有共鳴的話 這個風向星座會覺得 就是缺少了那一點 戀愛般的這種激動的感覺 所以有時候風向星座的朋友 他們會覺得 可能經濟條件稍微節省一點點 沒有關係 或者是它不是那麼熱情 但我們在一起 可以有一個思想上的共鳴 一起有一個思想上的成長的話 這個可能比較適合 這個風向星座的朋友的 好 最後我們來看 如果是有落在水元素星座 就是巨蟹 天蝦跟雙魚 小油的雙魚特質很強的 對 好 星眉的太陽也在這個雙魚座 我們說這樣的特質就是 互相關懷而且浪漫呵護 對 就是確實對於水上星座來講 就是我們今天是談戀愛 我們不是要進入婚姻 所以他們會覺得說 有時候我工作已經很忙碌了 我家裡 我原生家庭也有很多的問題 我跟你談戀愛 就是在我跟你相處的時間 就讓我活在粉紅色泡泡裡吧 為什麼你一定要那麼快地 戳破我這個粉紅色泡泡呢 對 好 而且除了這個之外 水上星座來說其實另外一個是 心靈層面的一個關懷共鳴 有時候不見得 很多人說水上星座 一定要送很多玫瑰花 或者是很浪漫 不是的 可能小優比方說你工作一天 假設這個另一半說 我覺得你好辛苦 就像你知道這個常常講的 每個人都關心你飛得高不高 沒有人關心你飛得累不累 對 如果另一半覺得 我覺得你不要那麼累 其實你可以這個 或是你有什麼不開心 你可以跟我講 你有什麼不愉快 你可以跟我說 或許你就會覺得對 跟他在一起就有這種浪漫 被呵護的感覺 我覺得有時候真的不是 女生不是真的什麼都要錢 要包 對 其實只是像我現在想起來 我初戀那個男朋友 他其實做一件事超級 就在那時候我們可能吵架 他要挽回我這樣 他只是在我家的樓梯間 擺那個愛心的那個蠟燭這樣 那才多少錢 可是我可以寄到現在 所以其實女生好像就是一些 一些那種心意 對 其實那個心意加上浪漫的感覺 這個水象星座非常吃這一套 超級吃 對 超級吃這一套的 可是小優的心盤 像剛才張聖楚老師講的 這個紫薇方面有你的特色 你的這個占星學上的心盤 你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特點就是 你除了水元素很多之外 你的變動的性質太強了 真的啊 變動性質太強 什麼射手 因為有射手 射手 對 射手雙魚非常多 所以小優你自己對於 整個戀愛的對象 你的要求 你的條件 其實你常常都在變 真的欸 對 就是你常常 就是你真的如何去 我的戀舉好像會跳來跳去 對 講好聽是戀舉很大 但是事實上就是 可能你當下要什麼 有時候你自己根本不知道 你一直說著 現在有人叫車我就停 但是到底那個叫車的人 用什麼方式在叫 他揮手揮了半天 你根本沒有看到 我覺得這是你最大的一個盲點了 對 不定錯過了一些 對 對 好 謝謝老師 再來問一個 小優她很常當伴娘 你現在總共當了幾次伴娘 我應該有當了四次吧 不行 不是有些民間傳說 對啊 超過三次就完蛋 你當四次 對啊 所以有差嗎 你會想要去凸顯新娘 沒有 凸顯 沒有 因為我們其實 這一代的人可能沒有這麼迷信 沒那麼接受 就覺得說有朋友找 好姐妹結婚 為什麼大家都找你 欣梅你說幾次 我做一次 你只有一次而已 而且是真的很好朋友 我推不掉 然後你就當了四次 大家都要找你 對 我覺得是不是因為這樣 真的會影響 因為就是好姐妹找 然後可能因為 我又比較晚婚 所以那個旁邊 好姐妹覺得 只剩你了 蠢力 因為你還單身 你還沒結 那你就來當這樣子 老師我又是這樣 我又不會拒絕人 超老師 我覺得是民間傳說 對啊 因為其實如果你本身 桃花就很弱的人 其實你再當幾次 當然你都不會有 所以這還是要看 你本身的命格 對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民間傳說不會有問題的 對 那所面相來看 什麼樣的女人 桃花比較晚開呢 好 其實桃花晚開的話 當然跟你的性格 還是有點關係 我們常常說 相由心生 然後我們從你的面相 或你的首相當中 看你的個性 為什麼會讓你的桃花 花會晚開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 你是不是有一種執著的紋路 有這種紋 紋路都很執著啊 對啊 怎麼擦保養品都不走 那要去打入口啊 好 看要首相的話呢 有個執著的紋路呢 就要看著感情線 如果你的感情線呢 比較斷斷續續的話呢 就是你這樣的人呢 對愛很執著 而且呢 你尋 都在尋找一個靈魂的伴侶 對 其實呢 像這樣的來講的話呢 感情線斷斷續續的人 他其實對他自己想要的那個對象 他都一直去尋求 去尋找 然後呢 假設他明明感覺 朋友都覺得說 你已經遇到了啊 他說沒有欸 我覺得我沒有遇到 例如說呢 他可能喜歡的這個男生 是要很單純 然後背景也要覺得 就是家裡不要什麼負擔啊 負債啊 可是朋友都覺得說 他已經遇到了 可是他還是覺得不夠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他跟他心靈上 沒有辦法契合 好像缺了什麼 所以感情線斷斷續續的人 永遠都會覺得 不管是感情上 或他交朋友上 或工作上呢 他總覺得好像會少了一塊 然後那一塊呢 就是別人看不懂的 他自己覺得好像就是沒有到位 對 那到底是真的沒有到位呢 還是他自己有所不滿足 還是他不想要定下來 就是屬於這種感情線 斷斷續續的人 所以他在感情上 我們是看左手 還是看右手啊 兩隻手都要看 兩隻手都要看 他都不一樣呢 可是我的沒有斷 但是他就是會 一條一條續續的 他們邊有一些分支 分支 一直斷 那個也算 那個也算 對 就是說他沒有那麼完整性的 不是乾淨的一條 對 但是斷斷續續的話當然更麻煩 但是你有很多的分岔也都算 有啊 分岔 所以像這樣來講的話就是說 就是感情當中 他常常會有很多變動性啊 不安定的一個感覺 所以像這樣的話呢 就是對愛很執著 就是覺得人生應該要談一場戀愛 也必須要走入婚姻 但是真的遇到對象的時候 別人都 環境都覺得OK了 到位了 他還是覺得不夠 所以到最後還是無極而終 好 來看一下第二款呢 就是什麼 旺盛文 旺盛的話呢 就是感情很旺 看手腕線 如果你的手腕線呢 有很多條直線的 一般手腕線是橫的對不對 對 但是呢 如果你是橫的當中 又夾雜了很多直線的話 其實這樣的人來講的話 他的感情呢 桃花是還蠻旺的 有耶 又直又橫的耶 好 像這樣的來講的話 就是他交朋友是很廣的 桃花是很廣 其實桃花沒有侷限在男女之間的愛情 它代表是人緣 很愛交朋友 交友廣闊 但是呢 桃花旺的人 當然相對的爛桃花也會多嘛 因為爛桃花也是一種桃花 所以呢 像這種手腕線呢 比較多直的來講 它就是屬於那種心態或心性 比較不穩定 好 那什麼叫心態或心性不穩定呢 例如說他可能遇到的對象 可能就是常常會有很多種不同的 就是口味會出現 對 有時候可能 還說有耶 有耶 真的耶 對 就例如說可能今天遇到的 可能是很斯文的 可能明天就遇到一個很兇的 好 說他對這種環境的那種對象 會出來會很多 然後他自己會變成說 好像偶爾遇到斯文的也很好 然後有時候遇到那種感覺 比較出產的 他也OK 出產的 他覺得這種口味好像還不錯 我看我朋友啊 他結婚之前每一個對象 都差不多那種性 就是你現在出去一看 就知道哪一個會是他的菜 可是我就會去回想 那我之前的交往對象 每一個都不同形 都不同形 聯合國你知道嗎 國際存在 我們商業認局很寬 對啊 是 所以像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是因為他覺得說 好像他交往過這一個款式了 他已經覺得好像體驗過了 那這一次如果沒有的話 他就會開始問自己說 我是不是不適合這種型的 他就會去找另外一種型的 但他的反差就會很大 那反差一大的時候 其實好像就都嘗試過了嘛 那到底需不需要愛情呢 也不曉得 因為太多了 選擇太多 所以像這樣的話呢 要怎麼去選呢 就是你的第一直覺 回到你的初衷 最重要 你喜歡單純的 那你就往單純去走就好了 你就不要讓自己覺得 好像很猶豫啊 然後一下那樣 一下這樣啊 這樣到後面都不能開花結鍋 很可惜 好 來看一下第三個 就是你的臉相呢 他說老師會請你吃糖 那你吃糖就是消業障 糖果越多代表你業障越深 然後就在那邊在我面前揮一揮 突然抓一把 拿了八顆糖給我 你說蛤 罪孽深重 他說老師 你有沒有拿錯 他說沒有 你就八顆 你放心吃完一切就好了 好 來看一下第三個 就是你的臉相呢 有沒有長得很自主相 好 自主相是什麼呢 就是看你的額頭 額頭比較寬 比較圓潤的人呢 他比較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像這樣的人來講的話 他確實桃花會比較婉開 像雅蘭姐 小優也是 我還好 我這額頭算很清潮對不對 對 你相當自主 還沒到那邊 太自主了嗎 其實額頭高的女生 就是常常就會比較不認輸 她就覺得說 男人做得到的事情我也可以 好 所以她事業心相對也會比較強一點 相對 好 那其實呢 其實美的額頭不算高 對啊 其實她骨子裡呢 是蠻傳統的一個女生 她對家庭啊 或許她展現出來是一個反應塊 對事情很有想法的人 但其實她骨子裡還是很傳統的 對 就屬於那一種 一定要相夫教職啊 這一類的 在家裡洗手做羹湯 洗衣掃地 跪著等回來 對 所以就是剛老師講的 就是 你很會去幫別人物色 但其實到自己身上的時候 好像就有一點 盲掉了 對 對 所以反而是額頭比較寬的人 她就 她人生自己知道自己要什麼 或許嘴巴講的要愛情 但其實心裡想要的是事業 好 所以呢 其實像這樣的女生來講 她的感情通常也會比較晚 但越晚越好 真的喔 太早走入一段感情 反而她到後面又覺得說 其實我還是適合工作的 有有有 我之前有算過一個老師 那時候大概是我三十二 三十三句算 她跟我說我四十歲結最好 好 來看一下第四款 就是選擇項 什麼叫選擇項呢 看鼻子 如果你的鼻子是比較鼻樑高的 然後這個鼻子有起結的 叫竹結筆 這種選擇項就是說 其實她個性會比較挑剔一點點 而且她對感情當中會有點潔癖 當你的鼻子 尤其女生的鼻子 越高越挺 然後甚至有一個竹結筆 就是起一個結的話 有 我有看過那種竹結的 對 像很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這樣的人來講的話 她感情上有一個潔癖就是說 假設這個男生 他交往過的女朋友 利潤的女朋友 他覺得他交往過了 而且甚至這個男生 跟利潤的女朋友 都發生過關係的 他就會覺得說 我不行 他覺得他不乾淨 有些人他潔癖會到這種程度 這麼的傳統 有一些人會 所以像這樣的女生來講的話 他就會覺得說 我希望的就是一個很完整的 就是說 我跟你都是第一次 他覺得他是公平的 他要求的是什麼 公平 所以有些人 他的潔癖會到這種程度 因為我曾經的一個客戶 他就是這樣子 所以他一直都 沒有辦法遇到對象 所以如果像這樣的女生來講的話 他通常就會比較 如果當你的射線的對象越多 其實你就會變成越難 把自己嫁出去 真的 其實我覺得婚姻 不會是人生唯一的道路 其實當你覺得 你自己的人生要什麼 其實最清楚最重要 其實我覺得人生也不一定要走過 婚姻這個過程 如果你覺得你的人生 已經知道你自己要什麼的話 我覺得不要勉強自己去走路婚姻 其實那個反而會很痛苦 我的觀念是不要為了結婚而結婚 對 沒錯 所以以上就提供給大家參考了 想要求好桃花嗎 大家都試過各種的方式 為了小優 你試過哪幾種方法 像我那時候為了求桃花 我去峽海城隍廟洗地板 是不是 就是要報名的嗎 還是 你自己直接進去洗就可以了 也不是想洗就洗 因為都假那個時候 剛好有流動這樣子 然後我就跟幾個朋友 就一起去那邊洗地板 誰教你的 是要去報名嗎 還是怎麼樣 因為剛好廟房有開放這樣子 然後就是有幾個 我們演藝人朋友什麼 大家就一起去洗這樣子 有一點就是做功德 做三次 對 因為你也知道 城隍廟室就像我們 單身女子的ATM一樣 就洗掉自己的罪孽 洗掉自己的罪孽 對 爛桃花 把自己洗乾淨 把你洗到淨去 對 渣男塞出去 我跟你講 真的要身體力行 你要去坐 你才不會覺得說 你都沒有付出 你怎麼會有得到 那你有用嗎 我覺得我剛洗完 那兩個月是不錯 對 有遇到新的男生 但是因為那個男生 就是跟你剛剛遇到 那個一樣愛喝酒的 對 我就覺得 這會常常就是 像那個老師也有說 你喜歡的跟你遇到的 老師就是會不一樣 那他就是可能會 比較常需要應酬什麼的 那有時候我可能 那時候我們在曖昧 我打給他 好吵 他都在酒店 然後我說 我在酒店洗地板 你要來找我嗎這樣子 那當然就不了了之 而且我還有怎麼樣 我告訴大家 如果大家要去拜城隍廟 一定要記得最靈的時候 就是月老的生日那一天 我那一天就像排演唱會一樣 我排了兩個小時 可是也會有男生 男女都有 對 所以就是如果你要拜月老 這個都是要大家做功課 洗地板也好 或者是你一定要月老生日也好 對 那有些信物 當然是也是一定要有的 像這個是我之前呢 就是去淡水那邊的水晶店 買到的一個桃花書 它雖然叫招財 但因為我是粉晶 但它也是招桃花 我們的事業本來就是桃花 然後還有我的 本身的狼人 就人員這樣子 買了這朵桃花樹 工作滿滿滿的 就是真的有差 工作有差 我覺得也有多認識一些 貴人跟人員的方面 真的有擴展 然後像這些也都是 我每天都一定會戴在身上的 然後不戴這麼多 因為有大錢包小錢包都要放 怕會忘記 我會換包包嘛 所以就是沒什麼 有的一段時間沒有效 是不是給它過香爐 給它丟掉了 你要回去去過一下 就沒力氣了 要回去過才可以讓它再 那個法力再回來一點 像泰國的佛牌 我以前也有求 對 然後就是其實這種各種桃花方式 我覺得是看自己心塵則靈 但我覺得你要去有所作為 你才會覺得好像有差的 有希望 心梅都沒做喔 我有啦 我前陣子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說去一間廟拜拜 然後拜拜完回來 他玩交友軟體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會覺得說 你在交友軟體認識上的人 怎麼可能會是真命天子 結果沒想到兩個就真的一拍即可 有耶 我們化妝師很多 很多都是玩交友軟體 交友軟體 然後結婚生小孩 而且很穩定不會吵架 到現在小孩都三歲 對 然後他就跟我說是機緣跟磁場 你這樣是你桃花孕在旺的時候 你就算是那個裝 你就算是隨著那邊頭髮夾著穿 所以一倒垃圾 他說玩真實的就不要騙人 你不要說要騙人這樣 你要裝年輕 什麼P2P太厲害了 什麼都不要 你都浪費自己的生命 六十五報五十這樣子 這樣也有 都不要 你就是很真實的 來就有 沒有來就再見這樣 他說來的都很好 那緣分到了 因為也有些人是真的想找對象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一開始是先去一個山裡面拜拜 他也是叫我去 那我去之前 他也就是先跟我講說 我先跟你講 那個老師前面會跟你算一遍 他算得都不準 反正你不用理他 他就是算不準 你就附和他點頭說好 那我說那你算不準 你為什麼要叫我去 他說因為老師會幫你消業障 你要的重點就是後面 消業障那一個段落 那我說那他怎麼消 他說老師會請你吃糖 那你吃糖就是消業障 那糖果越多代表你業障越深 然後就在那邊在我面前揮一揮以後 突然抓一把 拿了八顆糖給我 我說 罪孽深重 我說老師 你有沒有拿錯 他說沒有你就八顆 你放心吃完一切就好了 後來我就說 老師我可以請教一下 你最多發幾顆嗎 他說 我的法力最多可以發到九顆 你超過九顆 你就要喝浮水 然後我說 老師那你職業這樣有史以來 你發過最多顆 他說就八顆啊 就你啊 然後我朋友在那邊一直笑說 我難怪你桃花那麼爛什麼 然後我就說謝謝謝謝 我就捧著要走 他說等一下 我說怎麼 吃完再走 我說老師八顆會有糖尿病 對 然後他就說 叫我吃完再走 我說真的 後來有遇到嗎 有耶 那個很有感耶 我回去以後 那很妙 那個好像有人在質疑你 那個時候有個朋友 我認識他三年了 坦白說我一開始 對他印象真的還不錯 可是我們一直沒有機會 去多認識 有時候就幾面之遠過了就算 結果那時候不知道怎樣 突然就 他找我吃飯 然後他就說 他很早就想約我 終於有機會 那我也有時間 那因為以前就認識他 對他印象也很好 所以其實大概 兩個禮拜就在一起了 就很快 然後我也喜歡他 我就覺得老師真的很準 本來三年沒有用 兩個禮拜就在一起了 對 然後我想說 那八顆真的吃得很值得 真的 結果哪知道在一起之後 他開始有一點 超乎我想像就是 不知道是很喜歡我 還是怎麼樣 這個不用多加 不 真的 就是喜歡我到 我就有點壓力 譬如說他控制欲很強 你做什麼都要報備 譬如我從現在A點 一到B點我要報備 我連早上起來 因為我們早上起來 一定不會馬上說 我起來 可能會划個手機 看個新聞 划個社群 那我晚一點回他說我起來 他就會說 我看你社群上面 你幾分鐘錢就掛在線上 那你為什麼不馬上講 或者是我如果跟他說 晚安要睡了 被他發現我臉書還在回別人 他也會生氣 然後那個 你出去行中沒有報備清楚 他也會生氣 那久了我覺得壓力很大 我說我們還是退回朋友 因為這樣子其實搞到最後 你也不是你 我也不是我 我們兩個都不開心這樣 對 後來就沒有 然後從跟他開始到結束 就剛好三個月 對 我們老師教你不用吃糖 對 直接自己DIY 求桃花的小秘法 阿灘哥 接下來我們塔羅戰譜 未來一個月 我的幸福在哪裡呢 我們請現場的來賓 還有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們 我們評第一直覺 從1號到5號 任選一個數字 看看未來一個月 我的幸福在哪裡 老師教你不用吃糖 對 直接自己DIY 求桃花的小秘法 阿灘哥 好 教大家一個 就是吹旺金桃花的小秘法 當然吹旺金桃花 當然你就要準備幾個道具 首先金桃花代表就是說 可能這個對象 他的收入 工作 各方面都要是穩定的 才不會說你跟他交往之後 反而你倒陪收藏 所以我們要準備的 這一個DIY的一個擺證就是 首先你可以去找一個真正的貝殼 但貝殼 那如果你找不到真正的貝殼的話 你也可以找一個貝殼的容器 就像我現在做得上這個 一個貝殼容器有沒有 好漂亮 做一座 你水巷一定會很喜歡 你就尬耶 對 那當然這個貝殼 你就要找那一種 有點偏粉紅色的 對 如果你找不到真正的貝殼的話 你去找一個粉紅色的貝殼 是更好的 這樣的一個容器 那粉紅色的話代表就是紅卵 那貝殼的話你看我們講說 錢財的財怎麼寫 是一個貝 所以貝殼本身就是跟金錢能量有關的 一個物品 對 所以你就是找一個貝殼 或貝殼形狀的容器 代表就是一個金桃花的象徵 好 那首先裡面還要放什麼呢 你要因為這個貝殼 代表就是一個桃花的財源 第二個就是你要找一個粉金的擺飾 你可以找粉金球 或者像粉金有做成一個像蘋果的樣式 有沒有 你也可以找一個蘋果樣式 代表什麼 平安喜果 對 就像這個有一個蘋果的粉金 對 好特別 對 蘋果的話也代表就是 一切可以開花結果 你可以找一個蘋果的粉金 然後再來呢 這個蘋果的粉金完之後 你再找一個白水晶的碎石 白水晶它有自煞的功能 因為白水晶是水晶之王 所以可以避免你遇到一些渣男 或是很渣的對象 讓你就是爛桃花這件事情 藉由白水晶的磁場把它平衡住 對 所以你可以貝殼裡面 先鋪一層白水晶 然後上面再放一個粉水晶的球 或者是蘋果粉金都可以 然後再八顆糖 對 不用 糖改珍珠 對 改珍珠 是 你就是可以找八個珍珠 真正的天然珍珠 為什麼八個呢 因為八代表合合的意思 所以在靈動書來講的話 八除了合合之外呢 它也代表成雙成對 你滑的意思 就把這個桃花發出來的象徵 所以你可以在裡面擺八個珍珠 這樣就完成一個擺證跟布局 代表說這個珍珠可以讓你吸引好的緣分 然後讓你不會遇到珠隊友的象徵 成雙成對 好 那這樣的一個擺證 做好之後你可以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你的床頭旁邊 那如果女生要增加你的女性的權利 或者是2023年的桃花位 在哪邊呢 在西南方 所以你可以找出西南方的位置 把這樣的擺證放在那個地方 讓你2023年的桃花磁場能量 會越來越強 那你會說 可是這個擺證 如果擺了不好找怎麼辦呢 你也可以用鮮花 你可以如果婚姻想要比較和和的 你可以放粉紅色的香水百合 你就要放九朵 那如果你是 九朵不是九枝 九枝可能會有18朵 那你就要 就是一朵 因為一個百合花 是不是一枝裡面可能會有兩朵 三朵 對 總共九朵這樣子 那如果你是單身的 就放九朵玫瑰 然後刺要把它剪掉 一樣放到西南方 都會有這個效果 只是花呢 你就要注意 可能它會有一些枯萎啊 凋謝 你就要立即喚醒 可是現在的人很忙碌 所以今天教大家這個呢 催旺金桃花的風水擺證呢 你可以去找找看 當然你可以找到真的貝殼很好 只是貝殼越大就越貴啦 甚至也不好找 所以像有很多的這種擺飾品啊 你都可以去自己DIY 也會讓你在2023年呢 趕快開啟桃花 因為2023年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2023年是雙春年 哎唷 鄉春嘛 鄉春 立春有兩種 雙論立春啦 那為什麼呢 因為2023年有論二月 所以它逢到的就是 兩個立春的年 以農曆來講的話 所以在2023年呢 你更是要積極地去開拓 你的桃花 還有你的事業運跟財運 所以2023呢 絕對不能太懶惰 一懶惰很有可能會壞了你 接下來的10年的運 甚至20年的運 為什麼呢 因為要遇到雙春年呢 通常是18年 才有一次 所以你看那等於是兩個大運了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趁這一年呢 好好的去佈局一下 那你佈局加上的努力呢 我相信你會心想事成 加油 好 謝謝老師 接下來我們塔羅戰譜 未來一個月 我的幸福在哪裡呢 對 我們請現場的來賓 還有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們 我們憑第一直覺 從1號到5號 任選一個數字看看 未來一個月我的幸福在哪裡 好 我選4號 4號 我要5號 我要1號 我要2號 1 2 3 Yeah 現在都玩之後很恐怖 好 好有默契 大家都選好了 那我們今天就下好禮手 不要換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張聖書老師選到的1號 對不對 選到1號我們說是 高檔旅遊悠閒享受 好 最喜歡的 非常好 就是說其實可能未來一段時間 不管是自己真的有這種 假期來好好的享受 而且會是那種 絕對不虧待自己 覺得那種非常該怎麼享受 就怎麼做的這樣的一個心情 或者是就算我沒有真的走出去玩 可是我在家裡面 我其實非常的輕鬆自在 這個心情是非常喜悅的 所以有90分 非常的幸福 接著我們來看 湯老師選到的2號 2號我們說是 感情穩定好事將盡 果然自由百金桃花 真的是不一樣 好 真的 然後我們說 這個除了是感情穩定之外 其實人緣也是爆棚的 就是說可能如果你的工作上 需要一些好人緣的幫助 或者是你想要求桃花 其實這個時候 都可以好好把握機會 那已經穩定交往的朋友們 可能在未來一個月 兩個人也會商談 未來一個人生階段的事情 所以是非常棒的 有80分 很恭喜大家 好 我們看一下 兩位主持人選到的3號 3號是什麼呢 3號我們說是 投入工作樂在其中 其實 意外 他不要啦 一定要啦 可能篤林哥本來不太開心 但是想到能夠跟亞蘭姐 一起工作 那個開心幸福的程度 馬上加分了 也就是說或許在別人的眼中 覺得為什麼你還這麼辛苦 好像偶爾還要加班一下 可是對抽到3號的主持人來說 或是觀眾朋友們 我們會覺得透過工作 有滿滿的成就感 而且看到一個作品的完成 其實我會覺得 天啊 你看我自己能夠做出 這麼棒的東西 自己是有滿滿的幸福的 所以也是非常棒的 先看小優好了 那就是 看穿謊言智慧增長 對 很不錯 就連爛桃花都沒有 對 好 沒關係 但我覺得這是非常難得的人生經驗 就是比方說你真的想求桃花 可能這時候真的 我們不要浪費時間 在那些爛桃花身上 或不要講爛桃花 不適合我的人 不適合我的工作 甚至是不適合我的朋友 都有在未來一個月 我們能夠看清楚它 那我覺得這樣子先釐清 先清除掉一些不適合的人事物 未來 接下來幸福就會來臨了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智慧 其實也是非常難得的 恭喜 退散 最後 新美一個人 或者像觀眾朋友們 我們選到四號呢 我們說是 充滿自信 人才兩得 一大 人才兩得 就是說其實你要求感情有對象 你要求這個財富的話 可能這也會有滿滿的財富 所以非常棒 有100分 恭喜大家 謝謝 恭喜 好棒 來 幹嘛放在這裡 嗨 好玩 大放送 我們要送出 珍愛粉晶 祕果百正 給觀眾朋友 好漂亮 這個我們都想要 詳請請上邊去好玩 臉書 官方粉絲頁來查詢 參加抽獎就有機會獲得 祝大家都能遇到好姻緣 來 謝謝 謝謝老師 好 謝謝 一人一組 真的假的 謝謝 好開心 謝謝 趕快有好談話 我們明年的這個時候 就來說我們有姻緣了 對啊 好漂亮 好漂亮耶 來... 恭喜... 謝謝老師 謝謝萊姆 謝謝主持人 感謝你也辛苦 拜拜 拜拜